好 可以了 老板 我想染头发 染头发 不行吗 没问题 小妻 过来 染头发 老板 她怀孕了 不能染 没事 咱用最好的染个 行 没问题 女女 怀孕是不能染头发的 就算用最好的药水 她也有强烈刺激的 那怎么办 我头发太丑了 你又不敢染我来染 有钱不赚 白不赚 首先呢 我觉得宝宝的健康是首位 怀孕期和哺乳期 染发烫发都是不行的 我倒觉得在这两年内 女人反而是最伟大 最漂亮的 是吗 是的 我等一下给你修剪一下吧 然后再给你做个造型 一样很漂亮的 好 谢谢 你朋友这张照片你帅的 你这不光美发技术好 人还长得怎么 没有 瞎拍的 瞎拍 你在哪儿拍的呀 有空带我一起去呗 好 你有没有女朋友呀 如果没有的话 以后我都来整个做头发 我那个 对了 我还准备办一个五千的卡呢 等一下你帮我冲了一下 哎 我问你话呢 有没有女朋友呢 没有 不过我又老婆 刚刚过去给我送饭的那个就是 哼 涂里涂气的 算了 我不染了 哎 不是 我这染过都调好了 那是你的问题 你这剪的本来我就不是很满意 别说染头发了 以后我也不会再染 你们老板呢 我要退卡 不好意思啊 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我来的原因啊 你做这行业值得我胃病 我就想着给你做点爱吃的 没有老婆 跟你没关系 哎 我来看看做的事 哇 这么分散 那个老婆 你再去给我买杯水吧 嗯 好 你白天头发不染 现在给我整这处 你个臭打工的装什么情况啊 老板 我只是不想骗人啊 你个臭干服务行业的 你改什么谱啊你啊 别忘了月底给你定的业绩啊 我还没说话滚蛋 我现在就走 不用等到月底 就你这种店 这钱我赚的良心痛 你啥时候回来呀 我都想你了 我做业绩完了 嗯 宝贝正乖 等爸爸回去了 等爸爸回去了 等爸爸回去了